3-1 Logo人物的设计 那启动Word以后呢 我们先将版面改成横的 在版面配置这个地方呢 将方向改为横向 那左下来可以缩小一下 看一下目前我们版面的位置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点选这个 插入图案 那这时候我们选土圆形的 拖曳绘制一个圆 那圆画完以后呢 我们在格式的地方 这边呢 填满油漆桶这个 倒红色给它 那接下来我们要画Logo的身体 再点选插入图案 我们来选半圆形的 半圆形的这个地方 好像月亮这个了 月亮形状了 画完一个 然后按着Ctrl键 压着不放 拖曳这个就可以复制另外一个了 这是制作方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翻转 在旋转的地方 我们可以来做 这个地方做调整 好 调完以后把它拉过来 好 类似像这样 那这位置大小还是可以改哦 好 改胖一点 我们先把它的感觉先抓出来 好 再细长一点 那这个再细一点点 那这个再细一点点 好 类似像这样 那感觉抓出来以后呢 好 请你 点第一个按着Shift键 压着不放 点第二个 这叫同时复选两个物件 那这个有格线对不对 我们在图案外框这里呢 我们把它改成无外框 那看起来呢 就像一组的了 那它们还是分开了两个物件哦 我们要让它在一起呢 我们接着按滑取右键 做什么呢 群组再来结成群组 那这个就一起了 那头部还是会分开 对不对 那就再来一个 好 点红色圆 按着Shift键压着不放 再点身体 再来按右键 群组 再来结成群组 那这时候呢 它就变成一组的了 就可以到处移动 那接下来 我们来 绘制太阳造型 再点选插入 图案 在太阳的地方点一下 拖曳一个 太阳的造型 移到这里来 我想放在位置大概在这里 好 进来比对比较轻入 小一点 那颜色呢 可以来调 这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点选这个 那颜色同学自己可以画 我们选亮一点哦 亮一点看起来效果比较好 那有了第一个以后呢 按着Ctrl键压着不放 就可以拖曳 就可以复制了 就不用再画第二个 填第三个颜色 如果呢 希望它颜色亮一点 这里 我们透过这里来 变更色彩 好 这个也来换一下 那色彩同学 可以自己来做决定 不一定要跟我们完全一样 那我这个再选亮一点好了 不可以 颜色不是只有这些哦 如果不喜欢 就使用油漆桶 突然填满 这里来倒 我想倒一个 一过来 立即会显示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种方法 来挑选 最合适的色彩 如果粉红色呢 没看到粉红色 对不对 那就可以点选 其他填满色彩的地方 我给它选 粉红色 就可以倒进来 接下来 我们要把它做群组化 按着 序的键压着不放 把所有的物件全部选起来 接着按右键 进行结成群组 那这个就变成群组 那如果以后修改呢 就请你 按两下可以个别选哦 比如说我这边想再填不同颜色 再后悔一下 这边再提醒同学 这个 你随时可以做调整 那我觉得原来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我就不改了